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高等法院前陣子裁定緊急法和禁謀免法違憲 故此頒令禁謀免法是無效的 上訴庭批出短期臨時暫緩執行令 直到今天為止 上訴庭今天也頒下判詞 拒絕政府暫緩令的申請 故此禁謀免法已經正式失效 而律政司已經就著高等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 排期在明年1月9日開庭審理 到底禁謀免法的失效對於我們有啟示呢? 第一件事我們市民千萬不能調以輕心 因為這只是臨時暫緩執行令 即拒絕申請 並非上訴成功了 而且這件事最終來說就算上訴失敗 他還可以去到終審庭 最終來說就算完全失敗 還有一招是甚麼? 就是人大釋法 千萬不能調以輕心 這條法例還有尾巴留住了 第二點就是 到底這次的判決是否基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發揮的作用呢? 那我就不能夠去判斷 那便有自己去想想 但是這就是給了市民司法獨立依然存在的假象 大家都記得 那些京官三番四次說的一件事是甚麼? 就是要搞三權合作 目前你也說 現在又突然判了蒙面法正式失效 拒絕政府申請這個暫緩令 那是否給了市民一個妄想呢? 大家還以為香港依然有司法獨立 這個司法系統的法治還有險可守 如果真的這樣想就相當愚蠢了 第三點大家早前記得的話 在這個蒙面法或違憲的時候 警察內部就流傳了一個通告 那個通告怎樣寫呢? 就是可以通過現有的法例 來將這個禁蒙面法借私還雲 大家記不記得嗎? 他們引用了至少有幾條法例 包括警隊條例 公安條例 入境條例 以及侵害人生條例等等 他們其實是有了後備的替代法例 來照樣執行 禁蒙面法的客觀效果 所以這個禁蒙面法的失效 到底是否有這麼大的意義呢? 我看就未必 這個純粹是一個象徵式 當然還要看看他是不是能夠上訴成功 或失敗 這就是下年的事 好了 我們再看看有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呢? 就是這個省仔協會主席林志偉 即是右銘林大總統 網民封他做林大總統 到底是他那篇文章說甚麼呢? 他就說香港已經成為了謊言之都 為甚麼? 他這篇文章有三個重點 第一 他就說 由今年六月到現在 有些人不斷地暴風捉影 大量捏造那些子虛烏有的指控 並且鋪天蓋地以各種手法來宣揚 毫無事實根據的文宣 意圖迷惑人心 尤其是那些心智未成熟的人 我想請問你到底是指哪些事件 是捏造出來的呢? 是不是? 你要說清楚 你那個上司的上司的上司 不知道是多少重 就是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大局長 起碼他就比林大總統勇敢 他指出了831事件是沒有死人的 陳彥霖案又不是被自殺 是沒有可疑的 他依然死硬堅決 這兩個案件 你一個例子都不舉 我完全作為市民 都不知道你說哪一件事是沒有事實根據 哪一件事是暴風捉影 然後迷惑人心 你要說清楚 我們至少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 和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分別兩個民調 至少有一半的市民 都相信831是有死人的 你怎麼解釋呢? 難道那一半的市民 都是心智未成熟的人? 難道那一半的市民都是愚蠢嗎? 香港七百八十萬人口有三百四十萬人 是相信831是有死人的 那你怎麼解釋呢? 至於你說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 你出來澄清 你拿一些證據出來說服市民 就不是寫這些無厘頭的文章 又不舉出事實的根據 又不舉出例子 我們作為市民看完 像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第二點 他罵有些人賭果為恩 他就說不罰現任和後任的議員 就不停向傳媒說 只要警察克制 遊行就會和平進行 又說警方刻意製造混亂 市民不信任警方 又釘捉港鐵不要隨意停止服務等等 他就說這些言論 就是將衝突的始末 就是賭果為恩 顛倒是非 歪曲事實 居心可測 很多四字成語 我想請問 你這個林大總統 林大主席 老實說你們警方經常說自己是法治的守護者 專業的執法人士 我只是問你一件事 其他人我都不說 你拘捕了六千人 然後你警察一個人都沒有做錯 一個人都沒有拘捕 都不說這件事 你經常說法治 其實就只是針對市民 針對示威者 針對學生 針對青年人 就不是針對這些警察 警察就不用法治 大家看看一件事 有人就已經是踢爆了你這班警察 大家記得有一壇最新的 有個警察在背包背著一條身宿警棍 就進入了機場的安檢被人查到 然後獲得放行甚麼事都沒有 有些網民查到一宗消息 原來發生在2006年4月 當時是甚麼事呢 有一名外籍的總督察 在離境準備去泰國旅遊的時候 行李被揭發 裏頭有一支身宿警棍 被警方以藏有違禁品的罪名拘捕 拘捕了他 而且被捕人士獲准保釋後查 本月底還要回到機場警署報道 這壇事件就是正正的 當時還有法治 還有滴滴的法治 警方犯法就與庶民同罪 就不是一個特權階級 哪怕那是西人也好 總督察也好 去到這麼高就立即了 一樣是拘捕他 就不是被他放行 然後那條身宿警棍就有人幫他保管 這件事完全是有問題 為何過了13年 你的準則是會倒退的呢 到底是甚麼令到法治倒退 到底是哪一個令到法治在香港消失 哪一個在破壞法治 請問就是你香港警察 當時你問我是否法治 這絕對是法治 就是因為他干犯了藏有遺禁品罪名 那我就拘捕他 為何現在這一刻 你藏有這些遺禁品的時候 是可以有人幫你貼心到安排他 即是在機場保管等他回來拿回 還是要解釋 除非你扔掉他那支警棍 我也說過昨晚 要不你就告訴別人他帶上機 還是怎樣安排 你這個江永祥是不敢交代的 13年前是有人 拿著同一個案件 那些案情是完全一樣的 帶著新宿警棍被案件發現了 是拘捕了他 為何不拘捕那個警察 為何還放行他去旅遊 對嗎 你叫那些市民怎麼服 原來對著那些市民 對著那些學生 對著那些青年同胞 就是一套嚴苛法治的準則 然後對著那些警察 就完全是寬鬆的 完全是沒有枉管的 那這些就是造就了特權階級 我哪有說錯 這是很客觀的描述 你香港警察 目前香港 就已經是特權階級了 原來干犯了這些事情 是不需要被拘捕的 做什麼都可以的 只是說這件事 我都不說其他了 就已經顯示出來了 剛剛 他那封公開信 最後又怎麼說呢 就說 我只不過是一個不懂政治的警察 只懂以血汗為捨職賣命 但是我深信以連篇方說 狡惑人心 絕對不能夠換取理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更不能夠達成某些人口中的崇高目的 老實說 你不要再自命是沉默的大多數 林大主席 對嗎 經常都是理性市民 不會支持和信任 理性市民已經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作出了他們理性和神聖的抉擇 就把建制派踢走 那麼簡單 票也投完 還在騙誰 經常說市民是理性的 即是你經常想說藍絲支持你的人就是理性的 老實說 又是那句話 支持你就是民主 不支持你就是過主 不支持你的人就不理性 支持你的人是理性的 對不起 如果根據你的準則 全香港市民不理性的居多 那你不如走回大灣區 對嗎 經常在說這些 所以這些文章 根本上又不是寫給一般市民大眾看 是寫給他自己圍勞 好了 至於他要圍勞 豈不是寫一些公開信 Facebook 也無法圍勞 Instagram 也無法圍勞 因為那些社交平台 就是以香港的本地人為主 最終他們去了哪裏圍勞呢 原來就回到大陸微博開帳號 就是警察員助級協會 即是省仔協會 他們去開帳號的時候 一天就已經吸了兩萬四千個大陸微博的粉絲 關注他們了 林大主席就怎麼說呢 他就說希望微博用戶 給予理性和公道的說法 就不像其他社交平台一樣 在洗版經常挑機 老實說 那些市民就是真實的民意 為什麼他們要洗版和經常挑機 就是他們在生活上 遇到你這些警察的不公平對待 很簡單 他們不在網路上洗版 不在網路上挑機 那去哪裡做 剛剛 你面對不到真實的民意 就回到大陸圍勞 而且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們表明一件事 如果有任何不盡不實的回覆 本協會將會刪除有關言論 這些就是完全的圍勞 封閉式的圍勞 原來是會將別人禁言 不讓別人留言 喂 大哥 那這些叫做什麼討論 完全就是實踐了一件事 支持你的就叫民主 不支持你的全部過主 禁言不聽 那這些就算是什麼的社交平台 什麼的溝通方法 其實你援助級業會 應該就要海納百川有融賴大才是 原來不是的 不合聽的那些 禁言不盡不實 那有用嗎 你哪聽到真實的民意 老實說 為什麼那些建制派 或者那些所謂人大代表 政協代表 聽不到真實的民意 就是用這種態度 這種準則 來對待那些疑見的聲音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